徐醫師和美蘭醫師回來 我們走賽起來看 柯文哲妻子陳佩琪 合體柯美蘭新竹市場小街敗票 只是柯美蘭以無黨籍身分參選 但仔細看浮宣場合鏡頭掃過去 卻有將近十個民眾黨人士來讚瞎 我們新竹市也沒有民眾黨推賣的人物出來 那現在已經確定沒辦法合的情況之下 的確有些志工是免費來幫我們 那就是我的人脈問題 柯美蘭常調是自己的好人脈 但基隆民眾黨安樂區主任劉偉巡 30號臉書拋出震撼彈 嗆瞎要退黨 拋打柯美蘭跟黃珊珊 柯文哲包媚柯美蘭無黨參選 卻動用民眾黨資源 讓其他候選人情何以堪 而柯文哲來基隆肇事 身為基隆區主任的他 長期被不聞不問 甚至被刻意跳過通知 至於黃珊珊身兼競選總幹事 及部分區立委候選人第一名 面對KPI位達標就此立委 始終沒正面回應 而對黨內不滿開魄的 其實不止劉偉巡 柯文哲真的沒有第一名 他沒有選上 卻讓第一名的總幹事 來擔任立委 這個完全不合常理 既然他自己都說 他可以第一 好啊 那如果沒有第一 你就應該下來 從謝立功到劉偉巡等人 民眾黨內風波不斷 民眾黨回應表示做得不夠 會虛心堅信 未來也會持續尋覓好人才 選戰倒數13天 柯文哲力拼突圍 黨內茶壺風暴不斷上演 三立新聞 林鑑華昭義 翠道雲 基隆 新竹 採訪報導 ロープ